4月上旬多伦多准备开始育苗了 漂亮的包装一看就知道是商店买的 有的是今年买的可能有三分之二 今年买的有三分之一是大概两三年前买的 种子啊如果是室温情况下 也就是20摄氏度左右 这情况下能通常能保持三年 三年以后它出苗率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采烟油市老师他说了建议了 刚买的种子你要是一次用不完 可以放冰箱冷藏冷冻 越冷越好 大部分是一年生 你怎么知道是一年生 我怎么知道 它上面都写都会写 Annual Perennial 这上写了Annual 这些种子可以直接洒到花园里头 让它自己长出来 雨水啊阳光啊 自己自生自灭 但是呢我观察过 我试过 直接洒在花园里头 第一就是水跟不上 所以就会严重影响它的出苗率 第二温度低 你想什么时候洒到院子里啊 比如说五月份 洒到院子里的院子 晚上可能也就是几摄氏度有可能 所以会影响它在什么时候 最容易开发芽呢 是二十十七到二十摄氏度之间是最容易发芽的 当然暖和一点 二十几摄氏度都可以 这里看了一下 居然只有一包是多年生 美国石竹 这个石竹它是长的是确实像石竹啊 它是更高大 虽然说是多年生啊 是短售的多年生植物 草花 还有这个杂瓣 这里的什么都有 这个倒是可以试着直接扫到花园里 因为刚刚开垦一粒片小花园 就是想有更多的植物 那么一年生的我也是准备育苗 争取每一颗 说的有点过分哈 争取80%能够发芽 然后能够被移栽 我以前育苗像这种哈 大概十几年前开始玩这个东西 学这个东西 育苗大部分出来的苗都被输苗了 都淘汰了 只那个壮的 因为当时实在没地方 家里实在没地方 现在地方多了 土地多了 所以尽量的让他们成活 然后到时候真是不厌其烦 我会不厌其烦的去一颗一颗移栽 关于如何育苗 好会在另外一个视频里头详细说 今天就说种子 我准备的计划育苗的先后时间 一年生通人长得比较快 发芽快 长得快 但是它是长出来以后 发芽以后需要有光 我家里头有生长灯 所以是可以在室内育苗的 有窗台呢 其实明亮的窗台也可以 生长灯是比不过阳光日照 但是呢 室内育苗的优点呢 就是温度高 同时呢 水分跟得上 对了 看到这个了 poppy 鱼美人 有些植物种子 它包装上会建议你直接地栽 直接不是在地里的播撒 因为它的小苗长出来不喜欢被移栽 但是呢 我试过 像这个鱼美人吧 我也试过 就是发芽以后再移栽是可以的 因为出来以后 那个小鱼苗盒是完整的 不会影响 不会太多影响它的根 除非你是一小盒里种了很多 到时候会分根影响它的根 但是即使那样 移栽也是可以的 但是像它呀 鱼美人 它是属于一季的花 虽然我看邻居家 我有点不解 邻居家的 那个鱼美人 这poppy啊 开了好几个星期 我真是不 也许我 以前我种的不好 所以呢 像这种 它花期 如果是这个花 它就是开一次 花期短的话 可以递播 递栽 不用提前在室内 因为你再提前的话 它先开花 对吗 像有的 像Zinnia 像 像这些 它都是一旦开花 一开始开花 就花开不断 一直到霜冻 所以越早开花呢 就越新 越长时间的欣赏 这里还有Nastutium 叫汉金莲 不是汉金角啊 汉金莲 就是因为它的叶子啊 长得像小莲花一样 但是生长在陆地上呢 哎 给它取这个好听的名字 这个意思啊 这是可以吃的 这个有人拿这个当菜啊 确实不错 就是有一股土腥 特别腥的味儿 无论是种子 叶子 花都可以吃 做沙拉 我没吃过 但是我 我当时 因为它长得太旺了 拔起来 哦 天 味道很浓 sweet pea 叫什么甜豌豆 这个是不能吃的 是有毒的 这个也准备 它据说是在种之前 就每个都有 有的会有特殊的处理需求 比如就像这个吧 你要是泡一两个小时 换着泡一夜 然后第二天再种的话 会提高它的出苗率 有的是需要冷处理 像通常像这个商店卖的 这些种子都不需要冷处理 还有大型的玉米 这是彩色叶子玉米 当时看一看 好奇没见过 试试 向日葵 这个呢 因为比较大 而且它也是开仪器 所以这个是准备 直接design 这长了小苗 长得快的很 阳光重做长得快的很 直接design了 还有一些去年采摘的种子 也许不止去年 还有一些 别人送的种子 那个老人家 台湾的台湾老兵 送的 那多年了 还记得吗 记得那个视频 我采访它 它还记得我的名字 但是它不记得我的脸 这个小花也是非常容易种 长得非常旺 甚至于自拨 挺有意思的 叶子是白色叶子 挺好 我忘记它名 没种过的 我就记不住名字 种过的 我通常能有印象 这是原来这个院子里头采集 采收的 是千牛花的种子 你想想这么多 我的天 千牛花是可以自拨的 在多伦多 虽然它不够耐寒 但是它可以自拨 还有网上买的 荷花莲花 这个是夏天 我就不指望 它第一年能开花 第二年能开花 能过冬 能第二年开花 就已经 第二年能开花 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这个也不着急看花呢 也稍微晚一点 也许四月底 到时候躺出功夫来 五月初再去育苗 据说一个星期就能 它也有特殊的育苗方法 要什么剪呀 泡啊什么 到时候再说 踩的种子 我踩的很多种子 都都找不着了 Spider Flower 这是在一个公寓楼的底下的花坛 厚着脸皮踩的 挺多的 挺容易踩的 还有这个邻居家 开拜的地雷花 要在地上 我捡了点 其实找人要也行 这个它会 底下会接一个小人参一样东西 就是只要能把那个人参 底下那个肉质根 保存 冰箱保存 我现在有地方保存了 这样的话 第二年种起来 它就长得更旺 虽然大部分植物都种过哈 但是呢 现在不一样 现在种的心情不一样了 有一些是网友专门推荐的 像什么Bacherd Spadden 像Zinnia 还有像这个非洲菊 玛格丽特 这叫 是叫玛格丽特吧 好了 你对这些种子 你对种子开始育苗 有兴趣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就不吝点赞 Computing